根據美國政府的統計資料 今年第三季放棄美國國籍的民眾 達到1426人 時的到目前為止 今年放棄美國籍的人 累積至3,221人 而去年一整年放棄美籍的人士 是3,415人 一名律師表示 放棄美籍的代價並不低 手續費就比去年漲了4倍到2,350元 如果因為稅務問題而放棄美籍 則最好要與專業人士 深入的討論之後再做決定 因為結果並不一定值得 放棄美國國籍的幾個主要原因 包括到外國擔任公職 以及稅務問題等等 而若是為了稅務問題而放棄美籍 最好與會計師等專業人士討論 因為不見得會達到預期效果 可能你放棄美國國籍 對你的稅務方面的責任的幫助 並沒有太大 可能就是本來你都沒有人管你 沒有人注意你 你突然間要去做這個事情的話 政府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調查你的稅的問題 對於那些資產有200萬美金以上的人 他們基本上要打很重的稅 如果放棄國籍之後 打算持簽證回美洽工或旅遊 若沒有其他重大問題 應該也不會被刁難 放棄美國國籍的話 你並沒有代表說你有做出什麼 讓你不能入境的事情 對 所以說只要你記錄良好 只要你讓他們相信說你來 只是就是很單純的目的 你會按照時間回國的話 這個並沒有對你就是說 可以來美國造成任何不利的影響 律師建議在做出這樣重大決定之前 還是要深思熟慮 全盤考量 美國政府這個Exec Tax 這個放棄的稅金的政策 要有一個非常深入的了解 這樣衡量一下是不是值得這樣去做 根據資料 去年放棄美國國籍的人數 是2008年的15倍 目前估計長期旅居海外的美國人 是760萬人 一般認為美國太過繁瑣的納稅規定 以及越來越嚴格的查稅行動 讓許多人乾脆放棄美國國籍